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有關重心轉移的部分 許多球友會覺得他的下竿因為重心轉移一直感受不到 所以導致他的距離打不出來 也許他是透過身邊的朋友或是教練去跟他告知說 Amy的重心轉移沒有做好 但是呢 這邊有個前提 重心轉移沒有做好或感覺不到重心的轉移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他可能是出在你上竿的時候 你的重心就沒有擺在順利的位置 就是說我上竿的時候 我的重心理論上會微微的到右腳來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你的重心並沒有在右腳 那當然你就不容易感覺到重心回到左腳的動作 也感覺不到那個重量轉移的過程 所以呢 上竿要把重心順利轉移到右腳 是下竿的時候才可以感覺到重心轉移回去 利用到身體的重量的關鍵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請Matt來跟我們介紹 怎麼樣的練習可以讓我們的重心轉移更順利 這邊有個方法可以提供大家 讓大家可以在上下竿的時候 重心在對的位置 第一個是 你在上竿的時候呢 可以順勢把左腳抬起來 那當我們把左腳抬起來的時候 你的力量就會完全落在右邊 那你的重心理的就會在右邊 相反的 當我在下竿的時候 把左腳順勢踩回來的時候 把右腳也抬起來 這時候你的力量也會完全的來到左手邊 好 那當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加入上半身的帶動 把球桿帶上來的時候 順勢把左腳抬起來 然後下來的時候 踩回來右腳抬起來 然後隨著擺幅越來越大 動作越來越大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這個重心轉移的過程跟感覺 好 那你在上竿的時候 刻意的把腳抬起來 下來 下來踩下去 力量跟速度也會出來 這也是一個可以訓練你力量的方法 好 那最重要的是去感受 重心的轉移 我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正確又良好的 重心轉移 可以幫助我們在下竿的節奏更順暢 那就能夠在灰竿的時候 產生更大的速度跟力量 那這邊也要記得 重心的轉移適當就好了 如果太過分依賴 重心的左右擺盪的話 會讓你灰竿的時候 晃動變大 導致你的身體 側移太嚴重 這樣子會影響到你的 擊球的穩定性 以及你的方向性 雖然你有了力量 但也許你的方向跟目標 就會離你越來越遠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要特別小心 現在加入GoFast YouTube頻道會員 可以觀看我們的系統化教學內容 不管是鐵桿 木桿 短切 推桿 從基礎的球桿結構 設定動作到困難球位 我們都會完整而不償失的告訴大家 有效提升你的高爾夫球技 最後感謝大家支持 現在就加入頻道會員吧